奖励和惩罚 奖励和惩罚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奖惩制度 有没有在一面墙上面 比如说打上一个表格 然后孩子做得好呢 就给他打一个钩 或者说贴个五角星 一朵小红花之类的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这样做过 然后等到孩子积满了多少分 以后呢 然后他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奖励 什么礼物 有这样做过吗 有的话打一个一好不好 或者正在这么做 正在这么做 画正字是吗 那画到几个正字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 原来有一个家长 他对我说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从一年级开始 这个孩子呢就有奖金的 有奖金 奖学金 每个月大概有一千来块钱啊 然后这个一千块钱里面 然后再就扣除 比方说今天迟到了 扣多少 今天作业没有按时做扣多少 今天看手机超过时间了扣多少 然后这个孩子呢不管怎么样啊 听起来这个孩子每个月可以拿到好几百的这个零花钱啊 就是奖金 而且孩子认为这个钱是他自己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 这个可行性怎么样 孩子 就是只要不犯大错误啊 基本上一个月都能拿到几百块的零花钱 嗯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越大越不好 是不是 嗯 嗯 的确是啊 在十岁以内啊 可以用一些代币机制 可以用一点代币法 那这个代币法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有一种奖励的方式是可以的 这个奖励的方式呢 付的多 是的 每天都在扣钱 就是这个基数呢 是一千块 对吧 然后你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就扣一百 再一件事情没有没有做好 又扣一百 那你这个基数就越来越大 然后每天都在扣钱过日子 这感觉怎么样呢 这感觉不好 感觉不好啊 而且呢 父母亲给到的这个奖励 久而久之 孩子其实会没有那么多珍惜和感恩的 他们就觉得你在给我发工资 啊 我在上学 我在学习 你们在给我发工资 我觉得啊 这个要慎重啊 要慎重 所以 有一种方式啊 我跟大家说 有一种方式呢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给孩子一个鼓励强 然后得到这个看到孩子 有多少个这个小小的英雄事迹啊 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帮助同学 或者说这个提前完成中业啊 诸如此类 如果我们一定要奖励奖励什么呢 奖励孩子啊 比如说周末 他来决定去哪里吃饭 奖励孩子呢 就是我们如果出去旅行 他来决定去哪里啊 在一个范围之内 让孩子来决定 啊 还有一种 就是奖励孩子 这个星期我们本身呢 本来呢 就是这个孩子每一天晚上啊 妈妈是可以陪二十分钟一起阅读 一起朗读 但是如果孩子得到了多少个赞 然后妈妈就可以就是有一天啊 可以让孩子自己选择妈妈陪伴多久 这个呢 比那个啊 比那个奖励钱呢 奖励这个玩具啊 这种物质的东西呢 要好一些 要好一些 当然了 当然了 最好最好 最上加的是什么都不奖励 为什么 我问大家 为什么什么都不要去奖励 我问你们啊 你们可以回答我吗 为什么什么都不要去奖励 早上好 你们可以想到吗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还有呢 还有吗 还有其他答案吗 学习本来就是他的事 对 那如果他在家里做了家务呢 对吧 他不是学习的事情 是自己的家务 这不是应该做的吗 做得好 他已经得到了内在的奖励 嗯 说得好 说得好 那关于物质啊 关于物质 其实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啊 不同的观点 很多的书本啊 很多的这个文章里面啊 都写到 我们孩子啊 物质过剩啊 对吧 就是选择过剩啊 条件太好了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既然他生活在这个时代 他就要去体会和经验这个时代 给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比方说啊 他有零花钱 你小时候没有零花钱 你何必羡慕他呢 其实你是羡慕他 我就告诉你吧 你在羡慕嫉妒 你的孩子 因为你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物质很匮乏的 好 选择性极度少的年代 然后又加上你的家境啊 不是特别幽卧啊 你的父母呢 对你呢 又又不会很慷慨 所以啊 你那个时候享受的待遇很少 你常常会看到别人吃着这个零 零食或者吃着棒棒糖 你会羡慕 但是你不敢跟你的父母开口 那现在你的孩子 他就敢于跟你开口 而且呢 有一个翘翘板原则 有一个什么翘翘板原则呢 当你小的时候 当你在你小的时候 就是无论是物质还是陪伴 这两个方面啊 这两个方面 你没有得到满足 你没有得到满足 甚至于你是非常的渴望 但是又得不到啊 就是叫求而不得 你在小的时候常常求而不得 你就发现当你有了孩子以后 你的孩子他就拥有很多 你的孩子就拥有很多 而且你的孩子常常对你提出要求 妈妈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你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没修没造的 对吧 我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跟父母提 为什么我的孩子可以如此大胆 什么都要 这么贪婪 其实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他在替你 小时候那个小小的自己在呼唤 在提要求 他在替你表达 能了解吗 他在替你表达 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很多的家长都说 我看的个案就是说 哎呀我小的时候我很乖 一旦你小的时候很乖 其实乖是一种压抑 你就会把内在的那种渴望投射给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就会替你表达 所以一旦是小时候是乖宝宝的人 人长大了 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 有了孩子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孩子 特别特别不容易满足 他要这个要那个 好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话题 我有一个主张 我们在这个时代 让孩子多体验物质的丰富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 比如说偶尔给他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 给他买一个好一点的鞋子 好 那比如说带他去一个五星级的餐厅 去吃一顿自主餐 比方说带他去听一场高雅的音乐会 这些都是需要钱的 我都建议你不需要变成一种常态 也不需要根据别人的标准去带孩子去 比如说邻居家里带孩子去了 所以我也要带孩子去 倒不需要跟别人去对比 而是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别多选择 然后特别丰富的这个时代 那我们就有必要带孩子去体验这种丰富 嗯 体验这种丰富 比如说我们暑假 我的孩子买了三双鞋子 买了三双鞋子 因为他脚长得比较快 长得比较快 那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他贪婪啊 他这个炫耀啊 其实并不会 他出门的时候依旧可能穿一双拖鞋 穿一双拖鞋 但是他要满足他的功能嘛 就是他他比如说打球的鞋子 跑步的鞋子 日常的鞋子 可不就得三双嘛 对吧 我何必让他一双鞋子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我看着也很过瘾 对吧 我看着也很过瘾 我就觉得 对这个孩子 你看啊 他能够就是我能够满足他 我就满足他 我满足不了我就直接跟他说 所以根本不需要奖励 不需要奖励 在平时就满足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问问大家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需要奖励呢 第一 学习也好 啊 学习也好 做家务也好 如果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 对吧 学习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那做家务 他是家里的一部分呢 对吧 他是我们家庭的成员 那他做家务 其实也是他的责任之一 所以他做了 我们去看到他做的东西 我们去肯定他主动做家务 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个主动性 这个动作我们就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去跟他反馈出来 那你的孩子已经得到奖励 那如果说他每一次 每一次啊 这个 洗碗 你都给他五块钱 你给了他十天 我估计啊 五天都不到 他就不想洗了 而且呢 他会什么呢 他会跟你说 那我也不要你的钱了呀 对吧 我也不要你的钱了 他就变成了主动了 他就变成了 你看我在替你省钱 我又不是说 你看我不贪钱吧 对吧 那你也不要天天逼着我洗碗 所以洗碗这个动作变成一种交易 所以啊 我们不要跟孩子去做交易 这个我也在公众话里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不要跟孩子做交易 你一定会输得很惨 你会让这个孩子本来啊 就是自动做的事情 他会变成一种被动 啊 然后呢 他的动力会越来越削弱 外部的奖励只会削弱 我们内部的动力啊 这句话我们可以打出来 外部的奖励 会削弱我们内部的动力 可以打出来吗 惩罚也是一样的 惩罚也是一样的 他比如说孩子 因为我们始终要知道我们人类 我们人是活的 我们人每一天都不一样 每一天都不一样 你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是全新的一天 把每一天都当成是全新的 你的孩子昨天是那样 今天可能就这样 就比方说昨天做一个个案 这家长说 你看他们找我做咨询也就两三次啊 两次吧 昨天第三次 那这个孩子就已经有变化了啊 家长过来做咨询呢 其实孩子很容易有变化的 因为家庭环境变了啊 家庭环境变了啊 然后这个家长看到孩子有变化 你知道马上提什么问题吗 问我啊 周周老师 嗯 孩子吧 有一点点变化 但是呢我又害怕啊 这个到下周 他是不是又会变回去 他到底能不能这个真的变好 他能不能真的啊 这个跟我们心连心啊 跟我们的心在一起 你看我说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没法回答你 啊我说我对自己啊 是有点信心的 啊个案经验比较丰富 但是呢嗯 我说如果你们要能够用你们的眼睛看到这个孩子 他是跟你心连心的 这是需要能力 能力的前提是需要信心的 需要信心 我们常常呢渴望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信心又不足 其实往往是我们信心不足 我们就又特别渴望那个结果 这些很矛盾 这是特别矛盾的啊 好了 因此呢就是奖励和惩罚都不要 那要什么呢 奖励和惩罚都不要 那要什么 嗯你们知道吗 那要什么呢 嗯 早上一大早 我就接到家长的这个留言 给我留了一长串 这个其实我 我一听到这种留言一长串 我都有点害怕啊 压力很大 要听好半天 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呢 他 妈妈呢就看到这个孩子 看到这个孩子啊 一天请假了 没去上学 啊 妈妈能做的呢 没有去犯话 没有去灾难话说 哎呀今天不去上学 那以后怎么办 对吧 然后 然后 这个孩子的惩罚在他的世界里都是指手画脚 那所以呢 这个无穷无尽的潜能 是什么 怎么出来呢 怎么出来呢 这个无穷无尽的潜能啊 他的开关就来自于好的关系 好的关系 啊 父母亲各做各自各自的事情 然后相亲相爱 然后看到孩子的时候 你眼睛都放光的啊 眼睛都是放光的 就比方啊 我就问你 如果你的孩子跟一群孩子在玩 跟一群孩子在玩 嗯 你会有什么感受 这个人群当中呢 这个人群当中 有这个年级的第一名 年级的第一名 然后有学习委员 有课代表 啊 然后呢 有打篮球打得特别好的 啊 然后呢 有这个弹琴弹的 十级的等等 啊 然后再有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样 我问你们啊 啊 啊 你会怎么样 当你看到孩子跟他们在一起玩 你会怎么样 会比较 对吧 嗯 我们如实的表达啊 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是很自由 也很啊 啊 放松的啊 啊 会对比对不对 然后 当你的孩子啊 啊 这个时候本来呢 他跟这些同学在一起玩 然后忽然呢 他就转过头来说 妈妈啊 啊 妈妈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你会怎么办 他跟那些孩子们玩了一小会儿 他就回过头来找你 然后说啊 妈妈我要喝水 你会怎么样 你怎么想 你怎么看 你怎么想 你怎么看 你怎么回应你的孩子呀 啊 俊宏说 会高兴 我们大部分的父母会对比 对比完了以后呢 对比完了以后 就会自残行贿 啊 有的家长啊 就会觉得 你看看我的孩子真的 啊 是这个人群当中最不起眼的 你看平时又不好好吃饭 长得这么瘦小 啊 长得这么瘦小 对吧 就不值得好好吃饭 像是弱鸡似的 好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 哎呀 你看其他的妈妈是怎么培养这些孩子的 怎么这些孩子个个都这么优秀 哎呀 我真是啊 我真是糟糕透了 我怎么养出来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 什么都不行 哪哪都不如别人 对吧 就站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尴尬 啊 失落 难过 孤单 都会有 有点失落对吧 好 当孩子啊 在那边玩 然后其他的孩子并没有过来说找妈妈要喝水 然后 这个 哎 你就要观察你的孩子 这个孩子怎么会忽然之间要过来找妈妈要喝水呢 你能不能有一点点的觉察 有一点点的好奇 有一点点好奇 然后说这个哎 你这个有点点好奇说哎 要喝水了 然后问他这个里面有水吗 你有观察过吗 然后这个孩子说没有啊 我已经问过了没有水哦 那你这个孩子很健康 他有去问过 对吧 他有在那里面问过大家 那如果说你的孩子 他走过来就妈妈我要喝水 我要出去喝水 我要出去喝水 你怎么办 大概率你的孩子在里面适应困难 或者说你的孩子已经感受到这个站在门口的妈妈坐立不安 很焦虑很焦虑很焦虑 对的对的 感觉到妈妈的压力 所以孩子受不了了他要出来 他要脱离这个环境 他要脱离这个环境 对 所以有一些孩子为什么在学校里适应困难呢 适应困难呢 适应困难呢 是因为啊 门外或者家里面坐着一个最最不安的母亲 啊 一个焦虑万分的母亲 焦虑代表着什么 前方有危险 有没有游戏里面是 游戏里面经常有一句话啊 就是以前有个有个特别火的游戏 动不动我就听到那个声音 因为我儿子也打过 叫做前方有危险 那一个孩子啊 他外出了无论是学习 还是出去运动 还是去交友 家里呢 做了一个妈妈 无比无比的焦虑 那这个孩子 脑子里就出现一句话 前方有危险 我要赶紧回家 我要赶紧回家 有没有很形象生动 有没有很形象很生动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前方呢 就代表着接下来 也代表着接下来 也代表着未来 这敌群已经到达 是的 是的 有意思吧 所以一旦你在家里面特别焦虑 你就要知道了 就是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订个闹钟 我焦虑五分五分钟 然后我这个就 我就不焦虑了 我就要放松 我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焦虑 那如果你这样做呢 其实你的潜意识就被意识化了 你就不焦虑了 所以以后啊 我建议大家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很焦虑 你就对自己说 啊周周啊 焦虑了 那就焦虑吧 那就焦虑 我们焦虑五分钟怎么样 我们焦虑五分钟怎么样 你允许自己焦虑啊 不要跟焦虑去对抗 我怎么这么糟糕 这么差劲 我光会焦虑 我这个对吧 我对孩子一点支持都没有 我光会焦虑了 你越想越焦虑 越想越焦虑 所以允许自己焦虑啊 允许自己焦虑 你发现呢 没什么敌军啊 没什么危险 然后过一会儿 哎你就放松了 对 你就放松了 好 所以我们的孩子啊 是不需要我们奖励和惩罚 奖励和惩罚呢 对孩子来说 其实都是在削弱他的动力 他的动力 我来举个例子 我来举个例子 原来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 在一本杂志上面看到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盲人的爷爷 一个盲人的爷爷 独自养大了他的孙子 还是个大学生 嗯 对 我生气了 我也生气五分钟 哇做得很好 然后这个爷爷是怎么养大这个孩子的呢 怎么养大这个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还考上了大学 还考上了大学 好像是这个爷爷 这个他真的命挺苦的 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呢 好像都得病啊去世了 就剩下一个孙子 这个爷爷呢 他会就是干一种活 他这个 就是他他不是全忙啊 他有一只眼睛看得见一点点 他给人家做凳子好像是 啊就做一个手工啊 他有一门手艺 他要做凳子 啊 他天黑以后就不能做了 他就是每一天真的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熙啊 他自己也说过这句话 太阳是对我最好的奖励 你看这个人还挺有诗意的啊 这个老爷爷他说太阳是对我最好的奖励 因为有了太阳他就看得见 他的一只眼睛就能看见 他就赶紧抓紧干活啊 好像那个村子里面很多人家的凳子都是他做的 都是他做的 那他怎么养这个孩子啊 这个他又没什么文化 他光会做凳子 他每回啊 这个凳子呢不是有四条腿吗 是不是 这个凳子有四条腿 其实最难做的就是要把这个凳子的面做好 要做得平平整整 然后呢把那个脚呢 给刨出来圆圆的啊 那个脚要刨得圆圆的 大小一致 这两个动作其实是最难的 因为他的眼睛不怎么灵光 他要把它弄的匀称啊 这个然后要弄的平整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每一次做完这个呢 他就说哎呀太阳就是对我最好的奖励 他老说这句话 然后啊 等到他要安装这个凳子的腿的时候呢 安装这条腿的时候 他就会叫他的孙子 他就会叫他的孙子 然后他的孙子就哒哒哒哒跑过来 然后他就说哎呀 现在我看不见 你要把那个凳子腿啊拿给我 你得要拿给我啊 然后这个孙子就拿给他啊 先拿哪个再拿哪个 那上面标记了1234 孙子就替他拿 每一次孙子替他拿了 他说哎呀多亏了你 多亏了你 不然这个凳子啊 我明天也做不完 后天都做不完 他每次都这样说 孙子就觉得半信半疑 真的吗 爷爷我厉害吗 然后爷爷说 那没有你啊 村子也都没有凳子了 你想想看啊 没有你啊 村子也都没有凳子了 哇 你看看这个鼓励 但是爷爷从来没有奖励过他呀 爷爷从来没有说 啊来 爷爷给你钱你去买个棒棒糖 没有啊 没有啊 但是爷爷给他的奖励怎么样 怎么样 多亏了你了 就两句话 多亏了你了 不然爷爷明天也做不完 后天也做不完 如果没有你 村子里都没有凳子了 你想想看 孩子听到了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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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会感觉特别好 对吧 而且爷爷他说话也没笑 啊 没笑 一张苍老的脸 但是说出来非常有 有这个 就是非常真诚的话 啊 对 大家还打出了厚重的啊 所以这个孩子就很饱满的自信了 很饱满的自信了 他每一次看到这个别人家的凳子啊 他就去做一做 他就心里在想着啊 这个 这个凳子是我爷爷做的 有我的功劳 有我的功劳 啊 所以这个孩子呢 就一路啊 虽然没有爸爸妈妈 他跟爷爷住在一起 爷爷每天呢 三餐都给他准备好 粗茶淡饭的啊 这个爷孙俩也过得很好 虽然很清贫 但是内在也很安定 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就考上了大学 而且好像是这个考上了建筑类的大 这个专业 建筑类的专业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爷爷 虽然是做小凳子啊 但是呢 哎 似乎来说跟建筑也有一点关系 所以他就传承下去 传承下去 啊 就这个故事让我这个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如果说啊 假设 这个爷爷做凳子啊 然后剩最后呢 剩下四条腿了 要安装了 爷爷就说 这个孙子啊 这个宝宝啊 来过来 把这个凳子腿给爷爷 你呢 今天呢 然后这个孩子就 我在做作业呢 啊 那你做好作业 把这个四条腿给爷爷 你给到爷爷了呢 爷爷啊 今天就给你五毛钱 你去买一袋糖吃 那以后怎么样 以后怎么样 你今天给他一袋糖吃 明天怎么办 明天怎么办 后天怎么办 对吧 所以这个孩子就有个定义啊 我们说 我们做动力催眠 就是去转化那些动力 定义联系反应 这个孩子每一次看到这个凳子腿 他就想到了糖 他就想到糖果 他不是想到自己的成就感 他想到的是糖果 和吃的东西 对吧 那会不会养成感觉自己被需要有用才会被爱 这个话有点绕啊 有点绕 嗯 就压抑自己很乖 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前提条件下的 关系 我们永远要回到这两个字 关系 关系是根基啊 是根基 如果没有关系 没有这一层关系 你们俩之间的情感的流动是僵硬的 是是那个就是不流动的 那么你无论啊 你去做这些表面功夫用处都不大 用处都不大 所以呢 关系是基石 是基石 啊 还有一点很微妙的啊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就我可以多说一点 那比方说这个爷爷 他某一天问这个 就叫这个孙子 哎呀 天快黑了 等我爷爷就看不见了 你现在就把这四条腿给我拿过来 你以为孩子会每一次都相信吗 你以为孩子每一次都会马上就过来 拔腿就跑 跑到你面前给你做吗 这就不是人了呀 这就不是人 对吧 这是机器 这是机器 人是一定啊 一定会有波动的 有起伏的 所以哎 当有一天这个孩子就说 爷爷我今天不想来了 爷爷我今天很累 我不想干了 能不能行 我问你们能不能行 就像他一天作业 他天天就不想做 他不想做 他想到学校里面赶紧的 我就遇到过一个学生 他说我爸爸妈飞的让我晚上一定要把做业做完 但是晚上我就困 我困了我就做不动 我就想 早上我一大早 我是早起行的动物 我就跑到学校去 我早一点做 他可以做到的 但他父母飞的让他晚上做 这不就变成了什么 对抗了 权力斗争 所以我们要知道人是一定会有变化的 人本来就是个无常的动物 所以当这个孩子 他那天就是不愿意做 爷爷欣然答应 哦 我的孙子今天帮不了我的忙 没关系 没关系 爷爷很轻松 爷爷很轻松 我们要有两个啊 两个反应 当我们的孩子拒绝我们 无论是他的分内事还是分外事 分内事是什么 是作业 分外事帮帮你做事情 他都可能拒绝你的 他都可能拒绝你 当他拒绝你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 你第一是不受伤行吗 你能不能不受伤啊 不会觉得 你看我养了一个孩子 一点都不贴心 对吧 一点都不贴心 然后呢 做两天就不愿意跟我干了 不勤快 不贴心 不孝顺 一大堆的来了 我好失败 我好伤心 对吧 这个你就 你就上升到一种程度了啊 其实这个是你的内心 你戏太多 第二个对孩子很拼 太多的评价 我这个孩子还是靠不住的 我这个孩子就是不勤奋 不努力 不坚持 靠不住 所以怎么办 所以怎么办 我觉得 我养了一个不好的孩子 所以你看 如果你有这两个反应 第一个就是 觉得这个 我很伤心 我不成功 我很失败 养了一个这样的孩子 第二个就是 你对这个孩子有评价 你看这个孩子天生就不好 不努力 不勤奋 不负责任 嗯 还不配合我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能够接受啊 我就会跟家长们说 我们允许孩子有这个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但是呢 大方向是对的就可以了 嗯 是我小时候自己选择的乖巧压抑自己 非得去干 因为你干了 你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啊 你干了一定是你某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 所以你不得不干 就是我我看到比如说 我的一个亲戚啊 我的一个亲戚 非常非常的勤快 就是一年到头都在干活 他嘴巴里呢 三句话不离 忙 哎呀我好忙啊 我好忙啊 整天就是忙 我听了就很烦 谁选择忙的呢 谁要忙的呢 没有人逼他呀 他就是自己的剧本呢 你自己小的时候就已经树立了你的剧本 你已经编写好了 我们零到六岁是编剧本的时间 零到六岁基本上把人生的剧本编写好 然后六到十四岁就开始彩排 然后接下来就干嘛 啊就一直上演 重复上演 重复上演 那当一个孩子小的时候 他发现啊 比如说啊 有三个家里有三个孩子 他是他是其中之一 比如说他是最小一个吧 老大长得身材挺拔挺挺玉立 比如说是三个女儿啊 哎呀这老大一走出去啊 大家都喜欢他 都喜欢他啊 都觉得这个孩子这么漂亮 然后呢 老二呢 一双小手 会缝补 会修剪 对吧 一双手 巧得不得了 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手工活 然后 这个老三也不会 长得瘦瘦小小 然后呢 手呢 笨手笨脚的 他怎么活呀 他总要找个东西能够取悦父母啊 所以 他就干嘛呢 他就嘴巴的很甜 嘴巴很甜 妈妈妈妈叫个不停 两个姐姐都不怎么叫爸爸妈妈 然后也活得很好 因为老二可以做手工 帮妈妈的忙 老大可以让家里很有面子 长得这么美 对吧 老三啥也没有 怎么办 嘴甜 两个姐姐不会干的 我拼命干 然后 这个 嗯 两个姐姐不会说的 我拼命说 所以他就得到了 他在家庭当中的位置 那如果说上面两个孩子 都很懒惰 都很懒惰 但是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神通 可以取悦到父母 可以安然在这个家庭当中 不用干活 也能活得很好 那么老三没有这种神通 他就干活 端茶 送水 洗衣 做饭 无衣 不做 他做了 他的爸爸妈妈呢 有时候呢 也会跟邻居说上一句 哎呀 我们家老三就能干了 哎呀 他听了这句话 拼命的干 拼命的干 其实他也很羡慕 两个姐姐 这么的闲 对吧 这么的闲 但是他不能啊 他就觉得如果我闲下来 那我怎么办 我的爸爸妈妈一定很讨厌我 因为我没有姐姐他们那种本事 嗯 老二其实是最容易受忽视的啊 家里的老二尤其是女孩 女孩是老二 除非你上面是哥哥下面是弟弟 这种可能性有比较少 所以呢 一般家里的老二是很容易被忽视 然后老二就是很勤快的那个 他要付出 也是最孝顺的那个通常 孝顺付出勤快都是因为我想让我想要被我的父母看见 我妈妈就是老二 对呀 就拼了命的去孝顺八娘家啊 很多的老二还是伏地摩 如果下面是个弟弟 那就特别特别的付出去照顾弟弟啊 扶持弟弟啊等等 那我们要知道啊 这也是他们内在的选择 他们的剧本 其实一个人到了18岁以后啊 真的可以啊 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你遇到的一切的不公 其实都写在你的剧本里了 都写在你的剧本里了 了解了吗 好这妈妈心态好 那就很好 那就很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关于奖励和惩罚你搞不定的啊 来 来搞不定的 你觉得很复杂的 你就跟我来连麦好不好 连麦我们来这个讨论一下特殊的个案 行不行 这可是很很难得的啊 很难得 很难得的机会 有没有人 我们来说一点这个案例吧 好不好 孩子考试稍微好点就要奖励 好 对 这是一个好问题 孩子说 妈你知道吗 我这次考试比上次多了20分 上次70分现在90分呢 然后你怎么回答呀 然后你怎么回答呀 大家觉得怎么回答 天呐 你上次70分这次90分呢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做到的 你首先你就很兴奋有没有 你很兴奋 你是为这个生命为这个孩子的潜能感到兴奋 感到兴奋 首先你好奇 特别好奇 好奇你的孩子怎么做到的 他做了什么 你是真正的好奇啊 然后当他说完 他说那我就多做点题呗 我下课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也在做题目 然后我不懂的 我也去问同学 你做了这么多工啊 证明你在悄悄的努力啊 你在悄悄的努力啊 然后你再问他 还有一个一定要问的 还有个一定要问就是 那你什么感受啊 孩子啊 你什么感受啊 就当孩子做到了 还有没做到 我们都问他 因为连接感受就是连接自己 去感就连接我们的感受 就是跟自己在一起 一个常常跟自己在一起的人 他就会很安定 也比较容易专注啊 这是一种我们终生都要拥有的能力 所谓的情商就是 我们可以时刻去觉察自己 我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是什么想法 如果我现在啊 感觉到很愤怒 我可以怎么对待我自己 我可以决定怎么做 去应对我的愤怒 如果我面前有一个人在攻击我啊 在评价我啊 我有什么感受 好我有什么感受 我是不是很愤怒 我是不是很羞愧 如果我有这些羞愧和愤怒 我可以怎么对待自己 同时我可以怎么去回应到对方 如果我觉得没有关系 那是他的评价 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那我很平静 我体验到自己的平静 那同时我就有另外的这个能量 能力去看到对方 他为什么要这样评价我呢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呢 他发生了什么 他发生了什么 先去觉察和连接自己 照顾自己 然后当自己安顿下来了 再去观察对方 去好奇对方 去回应对方 这就是高情商嘛 这就是高情商啊 好那 当我们的孩子考的好 我们首先要好奇 你为什么 你怎么会做到的呢 你怎么一下子考的这么好呢 你都做了些什么 好第二个 你有你得到了这个分数 你提高了这么多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你你有什么感受 这些就对孩子是很好的奖励了 这些已经对孩子是很高级的奖励了 对吧 然后他说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 你觉得你哪些地方很厉害 他又说 因为我有目标 哇 光是有目标这一点 你已经超过了地球上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 哇 他的眼睛就发亮 好第二个 还有呢 我们常常要问孩子 还有呢 然后他说 我上课更认真 哇 你上课更认真 我绝对相信 你一定是老师讲重点的时候你都听了 是不是这样 他说是的 他的眼睛又发亮了 是不是 啊 然后你说 那真是 那真是啊 你在老师一讲重点的时候你都能不听 难怪你考的这么好 还有吗 嗯 我会做笔记 对 有些人说做笔记是无用功 看起来你看 你一做笔记你就能拿到好成果 真是太棒了 还有吗 还有吗 对啊 对啊 我不懂的我去问老师啊 哇 你这么有勇气的啊 我小的时候我都怕老师你怎么做到就是你不懂的去问老师 你看他回顾到他四个品质了 对吧 他就回顾总结他自己做到的 然后他就像照镜子一样这个时候你带他走到镜子跟前 你看怎么样你觉得镜子里这个这个孩子你你你你你怎么看他啊 我这是太棒了 棒得无底了 这时候就让他这么说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你看着他绽放的那种笑容啊 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 发自内心的喜欢他自己 这比你给他买一双限量款的鞋子还要好啊 还要好啊 这就是真正的看见真正的赋能 真正的赋能 所以你们会跟孩子说话嘛 一说一跟孩子说话就卡住 孩子一问问题呢 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们都很无趣 对吧 我们只会有一说一有二说啊 没一就不说了 就不说了 对吧 不大会啊 慢慢的听我说你就会了 以后就会了 越来越会说话 有很多人给我私信啊 反馈 私信就不要问我问题啊 伙伴们 我其实做直播 是我自己发了愿的啊 发了大愿的 所以呢跟大家没有关系啊 做直播你看我也不不卖什么任何产品 但是我其实很忙的 我的工作是很忙的啊 一周只休息一天 所以呢大家私信就不要来问我问题 然后呢可以跟我反馈 如果你你这个最近学到什么呢 他在这个直播间觉得有什么进步 你可以发一条或者两条发给我 我也会高兴的啊 我也会被你赋能 以后呢也许啊 也许我会 找一个时间点吧 我来做一个 怎么跟孩子对话啊 怎么让自己对话不卡壳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嗯线上线下都有可能 我会酝酿的 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孩子谈话谈很久 我的孩子就 他是读寄宿的 读寄宿的 他周末回来的时候 他周末回来的时候呢 就一定啊 星期五星期六的晚上 都会要拉着我聊天 聊很长时间 他就不舍得 他就不舍得走开 我说妈妈要睡了啊 我也要保证自己的睡眠不是吗 我周末的工作又忙对吧 但是我晚上一定会留时间陪他聊天 聊了一个小时了 他说妈不行还要聊 还要聊 我攒了很多的话呢 攒了很多的话呢 我挺高兴的 因为我也挺能够聊 挺能接得住他说的话 接得住他说的话 所以就是我看到很多读寄宿的孩子 跟父母其实很有距离的 父母亲没办法去引导这个孩子说下去 父母亲都是评价 都是建议 那我跟这个孩子在对话的时候 我都是引导他往下说 我都是满满的好奇心 满满的好奇心 所以就是要这个东西啊 好奇心 孩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打个比方哈 我给你们打个比方 我的孩子上周回来 他的同学到我们家过周末 有一个同学对吧 要到我们家来过周末 然后呢另外一个同学呢 听说这个同学到我们家过周末 立刻就跟他说 我也想到你们家去 我星期六 我想星期六去你们家 我想到你们家玩一天 对我来说没有关系的 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只是说你只要安排的 你们能够安排你们的学习就可以 不影响你们的学习 其他都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后来星期五的晚上 他的朋友 其中那个朋友已经来了 在房间里两个人都洗漱好了 然后我就说 妈妈可以跟你聊聊天吗 你看他有朋友在他的房间里 他们两个已经玩了几个小时了嘛 那晚上变成我的亲子时间 妈妈可以跟你聊会一天吗 他立刻就叩叩叩叩叩就跑过来了 一个十四岁的真正的青春期的孩子 他就叩叩叩跑过来 跑到我房间 他就跟我聊天 然后他就跟我吐槽 他说哎呀那个某某同学明天到我们家来 我说对呀我知道呀 要到我们家来呀 然后他说他还说要到我们家玩一天呢 我说哦他到我们家玩一天啊 你看我都是重复哦 重复好奇 我的技术上面是重复 内在是好奇的 你只要有这两个东西 你的孩子就能继续说下去 就有很多的东西会出现 很多的灵感会出现 你们之间的情感就会流动 好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吗 我们要做这么多作业的 如果他都来一天我作业怎么做 我说哦这还真是个问题 如果他来一天我们的作业怎么做啊 你看我又是在重复 重复的同时又是在好奇 对吧 然后孩子就说对呀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 我就跟他讲了 你只可以在我们家待到中午 吃好饭你就得回去 你看我的孩子挺很有能力啊 很有能力 他就直接对这个孩子说 说你只能在我们家待到中午 吃好饭你就要回去 因为我要做作业要背单词 我也没有跟他说这些呀 他自己就会安排呀 对吧 然后我说哦这样的 那他怎么说啊 然后他就说他答应了 他答应了 你就不要去评判你的孩子 你也不要认为你的孩子这样说了 他就会这么做 我依旧保持我的敞开和好奇 敞开是什么 敞开是我欢迎一切事物的发生 我会允许一切事物 按照他的规律去发生 所以我很好奇第二天这个孩子到我们家 到底待多久 到底待多久 果然呢 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们就钓鱼去了 后来我说了一句 我也说了一个建议 我说哦 你要他下午就回去 我说对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你上午就他们两个在一起玩 然后你去做作业呢 哎 你知道吗 他马上哎了一下 哎有道理 他说哦 有道理 我就 但是我就没有往下说了 我并没有说 你看 有解决办法了 有解决办法了 你是不是不需要把人家吃好中饭就赶走了 我不输 保持开放 保持开放 我只是提了一个建议 你采纳 你不采纳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后来这个孩子 到我们家 三个孩子很开心 很开心 吃了中饭以后 他们三个一起去钓鱼 整整钓了五个半小时 伙伴们 钓了五个半小时 导致到另外两个孩子都特别的爱上钓鱼了 都很爱上钓鱼 这就是我孩子的成功 孩子的成功 他也没耽误他的事情 他真的是第二天 就是星期六的上午 自己在书房里面做作业 和这个背单词都做了 都做了 所以你看看 我们跟孩子对话是什么 好奇 开放 允许 你能做到这三个吗 好奇 开放 允许 你能做到这三个 你的孩子很爱跟你聊天 当然 在这个三个 好奇 开放允许 它有个基石 就是你很放松的 你很放松的 其实你看我没有说那么多道理嘛 我跟我的孩子说话没有多少道理的 我说道理也说不过他 他们现在生活在网络世界里面 对吧 他们可以学到很多 我八岁的闺女也这样会跟我计划的很说眼 后面去补 嗯 好嘞 好嘞 还有没有问题 再来一个问题 有问题是特别好的 刚才这个 我们以这个 红叶他们家的问题 嗯 孩子偶尔有进步 我也会说 呀你怎么做到 孩子总是 说有手就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太可爱了 你 你能不能笑出声来 你的孩子说有手就行 你能不能一下子笑出来 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幽默啊 哎你这么幽默 嗯 让我很佩服 我小时候很无趣 你能教教我怎么幽默吗 嗯 孩子回来聊天 但是有时候呢 写作业比较延迟 那不是他自己的事情吗 那不是他自己的事情吗 对吧 嗯 我们再来做点功夫啊 有手就行 哦 有手都能是行 那你妈妈这双手怎么办呀 得抛弃了 啊 妈妈怎么做不到啊 我听说你爸也做不到 那你能说说看 能补充一点吗 有什么样的手就行 要有前提条件 孩子说我这次英语考了第一名 能不能给我充点游戏 哈哈哈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看到你们的这种问题特别开心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哦 你考了第一名啊 他以前有没有考过第一 有没有考过第一 然后以前你有没有给他充过钱 你以前有没有给他充过钱 啊 不多是吧 那我们要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探索啊 回望回看 从来没充过 那他自己有没有零花钱 自己有没有零花钱 啊 对吧 对吧 自己有没有零花钱 你们的手机有没有发生冲突 是不是 啊 自己没有零花钱 那你这个做的不对啊 我的直播间里一直跟大家讲 就是孩子要有一定的零花钱 你随便他是充游戏卡 还是买棒棒糖 这他随便 随便他 对不对 然后当他问你 哎呀 我这次英语考了第一名 我能不能充你游戏钱 哎呀 你首先就觉得很可爱 对吧 有目标 哪怕是为了更好地打游戏 这不也是目标吗 总比一点目标都没有的人强吧 然后你说哎呦 有道理 都考了第一名了啊 嗯 你顺着他的话说 哦 考了第一名啊 想要充游戏钱啊 那你充什么游戏需要多少钱呢 那如果 你看看这孩子多大啊 啊 他这个话题 就 就我们就要具体的来看 这个孩子多大了 塞红啊 孩子很早 要完成作业让我 让我 我让他再写写课外作业 他说 那我写慢点 对呀 你看 这耍流氓的父母 啊 致敏啊 为什么孩子拖延呢 有很多孩子拖延 就是因为 我 无论如何 我也做不完我的作业 因为我一做了作业 我就还有更多的作业等着我 我为什么要早做 我猜不要 你们耍流氓 啊 11岁的孩子 11岁的孩子 怎么能没有零花钱呢 一定要有嘛 所以你可以呢 趁机跟他商讨一下 啊 就是以后 你你首先你问一下 哎呀 你想要充值啊 要多少钱呢 我们不要害怕去探讨 探讨呀 你先了解一下孩子 他的消费观啊 他对钱有没有基本的认识啊 他到底要花多少啊 你都知道一下 但是 绝不决定 这是你的自由 对 决定给不给是你的自由 对吧 不要害怕去支持到你的孩子 其实很多时候 孩子只要心理的支持就可以了 他只要心理的支持 他并不要物质的 你要肯定他有这个动机 啊 我家孩子的零花钱一点都不舍得花 包括他喜欢的东西 他也不舍不得买 啊 放弃购买 也不自己掏钱 五岁多的孩子 那他对钱啊 有战有欲 啊 我们这个背后省略了很多 有很多的可探索的 第一 你们家啊 夫妻两个人是怎么用钱 怎么处理财务的 怎么处理财务的 啊 两个人是不是有人遮着眼着 藏私房钱啊 这个我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间很欢乐啊 很欢乐 我们说的这个接地气一点 如果一对夫妻经常为钱啊 有争吵 然后呢 动一点小心思 很有可能你的孩子也会这样 然后你们的家里 对啊 真是不容易啊 做父母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嗯 所以我们天天在讲啊 你看我 这个 啊 一年365天讲多少天啊 自己 讲着讲着自己内话了啊 希望你们听着听着也内话了 嗯 我们得 我们做到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 眼睛就放光 根本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根本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做 你的眼睛都是放光 因为生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生命充满无限的可能 他现在躺平 他指不定未来是一个大企业家 大工程师 大的画家 啊 大的发明家 都有可能 但就算是没有 他是一个 一个 这个比如说啊 我就说过嘛 我都很欣赏我们小区里那个 把那个垃圾分类的那个工作人员 他的身体有些残疾 但是他很爱他 非常的 这个 呃 叫什么呢 敬业啊 非常敬业 那个垃圾站啊 这么多的人去丢垃圾 那个地上真的弄得干干净净的 弄得干干净净的 他始终啊 面容很平静 没有任何怨气 大夏天的那么多的脏的垃圾 对吧 啊 都很真的是很多的蚊子啊 虫子啊 他都干嘛呢 他都是这个 兢兢业业的在那边干干干净净 所以这就是人才啊 我就认为这个这个这个孩子啊 我也说他这个是个孩子 比我小一点 我觉得很了不起啊 我们孩子如果在一个单位里面 看起来做着不起眼的工作 依旧能够尽职尽 他就是成功的孩子 他就很好了 他就对社会有用的人 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追求 所谓的社会地位 你能做到可以 ases 是 不是 如果 大 我们 这 我们 你